天哪 哇 这是多少钱 国际象棋24k纯金 十万四千刀 加 这个视频做到我现在压力好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ab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 邀请大家来跟我一起购物加开箱 在上期的视频里呢 我给大家分享了 我在香蕾儿网站上买的最便宜的东西 不到30刀 并且给我寄了一个超大的盒子 如果还没有看到那期视频的话 可以点到信息栏里 那期视频看一下 这期视频呢 我要继续给大家做 我在Tiffany网站上下单一件最便宜的东西 并且后面要开箱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的视频点赞转发一键三连 并且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Tiffany网站上最便宜的东西 上来就是她那个新的系列 好像有一个Tiffany T系列 先看一下Jewelry 我的预算就是50刀左右 我真的 便宜更好 它这边比较好 不像Sanel什么都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可以按照价格排序 所以我就给它价格从低到高排下去 然后Tiffany家也有素链 这个素链都要95亿 为什么这个贵一点 好吧 好吧 我就看看 这个完全不在我的预算之内 LAV的engagement 这是订婚结婚的 这个应该也蛮贵的 watches就不要看了 watches应该更贵吧 看一下 而且我听说最近她家那个笑脸 好像又涨价了 真的是趁着疫情这些 奢侈品牌纷纷涨价 我觉得这个好看 Time for tea 5,000 4,700刀 哇 先看看 它有baby 是不是小孩子的东西会便宜一点呢 我再来把这个sort 卷成价格由低到高 因为我今天的目的是买一个 最便宜的 而且我能用得上的东西 天呐 140刀 这个也140刀 哇 完了 这一个勺子要180刀 我得出去 这个刷子都265刀 天呐 好吧 我真的不想超我的预算 预算只有50到50 还有一个宠物的 这会不会便宜 本来我今天的视频是一个解压的视频 但是我感觉越看压力越大 怎么都这么贵 哇 一个猫猫吃饭的盘子 我们这边的一元店就卖两刀三刀的样子 它买140刀 这难道是非常好的词吗 还是说只是加了tisney玩那个 好吧 我就说我得出去 T-Rings T-Rings看一下 你这个看起来蛮小的 会不会便宜一点 天呐 这一个带一个皮 这就175刀吧 来看看 tableware 就是餐具 你这一套好像还蛮有名的 就这一套 他们家的那个纸杯 做成瓷器的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那个还蛮好的 路途海看一下 盘子 哇 T-Rings一个盘子要70刀 70刀好像人民币 加税大概是420块钱 人民币 天呐 不行 看一下bar的drinkware 这里面应该有便宜的 之前有国主买过 这里的 这里都是跟喝酒有关的东西 哇 这一个铁牌cocktail tray 要有4150好吧 我好像忘记排序了 low too high 最便宜的 是这一个 Tiffany Crystal Shot Glasses 这个才35刀 虽然我说财 但是我觉得是经历了之前那些 东西价格的暴击之后 我说财 其实还是很贵好吧 一个小玻璃杯要35刀 200块钱人民币一个 但是看起来蛮大的 我看一下 2.5A 2.5A 应该不是很大 虽然我也没什么概念 这个可以考虑 毕竟它是在我预算之内 这个是喝红酒的 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吧 感觉是差不多的 Red Wine Glass 这个是White Wine Glass 这是喝白葡萄酒的 这是喝红葡萄酒的 这是22A 就是说这个40刀 它的杯子大一点 刚才的那个杯子小一点 它们俩的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当然是买那个杯子大一点的合适 对不对 这个只有13A 我感觉我是那种 妈妈逛街的即时感 当然是要买材质多一点 对不对 哇 这个已经没货了 这个是40刀 这个也蛮可爱的 它说是竹子 这个竹子主题的这个Shot Glass 就是喝那种 我们中国人喝白酒 或者是喝洋酒什么的 好了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备选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吧 看一下Desk Accessories 看这个尺子要695刀 真的吗 真的疯了 先看一下Women's Accessories 哦 现在Tiffany她家有包包了 但是她家的包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出名 就是她家的那个绒布袋 给她做成皮的 然后就卖200多刀 这样的包卖1000多刀 我觉得她家的包可能概念性比较强吧 并不实用 而且没有其他那些牌子的包 比较好看 比较单 然后看一下这边是Women's Accessories 我刚才排了一下许 这个是最便宜的 哇 这个都没有 小货了 Coin Ports 放零钱的 这是一块石头吗 要卖5550刀 天哪 这是一本书 真的 我这个视频本来是一个解压的视频 现在感觉是一个 感觉并不是一个解压的视频 看完了我觉得压力好大呀 我看哪个都想买 但是哪个都买不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看一下Charm吧 就是那种小吊坠也学会便宜 哇 最便宜的要30刀 然后其次次便宜就要125刀 这个应该是可以刻字的那种 A到Z 那种字母的那种牌 这个是可以刻字的 好吧 这都远远超出我的预算 哇 Tiff你竟然还有这些东西 象棋 国际象棋 天哪 哇 这是多少钱 国际象棋24K纯金 要10万4千刀加笔 哇 天哪 这他们赚钱也太容易了 不过这是纯金的 纯金的象棋也没有这么贵吧 而且它还不是全纯金的 它是里面有一半是银的 一半是24K金的 天哪 这个视频做到我现在压力好大 为什么会这么贵 哇 Tiff你的纸牌吗这是 Playing cards in a Tiffany blue box 就要120刀 好吧 我就把这也关了好了 真的完全没法看 这个吸管还是蛮有用的 但是超出了我的预算 我这边有一个不锈钢的 其实也蛮好的 你这么看来 它家的香水还算便宜的 你这个可爱 这个要90刀 这个是身体乳 A Tiffany lotion 这个看起来还行 虽然有一点点超预算 但是起码我会用 但是没有货了 哇 没有货了 好吧 看了之后 我觉得我已经做了我的决定 所以我现在要下单了 好 大家 现在大概一周过去了 我现在收到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下 有一个呢 是这么大的一个包裹 我先 Sanitize一下 喷一下 疫情之间之后我一定要提前喷好 我觉得这种 Bubble wrap 其实里面的东西很小 哇 噔噔噔噔 所以 Tiffany的呢就是这个了 大家猜猜我到底买了什么 可能你们已经有答案了 还有一个小信封 还有一个 Tiffany Cole的卡 这个是我的 RESIT 其实我这两个东西我之前就到我家了 但是我一直忍住没有开 就想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现在我们打开 真的包的好漂亮 我先跟大家剧透一下 就是我在 Tiffany网站上买的最便宜的这个东西 不到50刀 打开 噔噔噔噔 嗯 不止说不到50刀 好像还不到40刀 哇 它包的好紫 好紫细啊 然后它这一口 那揪带都写着 Tiffany Cole 看看看 暴力开箱 哇 真的包了好多的葱 又要拍的 就是这一个 Tiffany的 Shot glasses 小酒杯 只要35刀 虽然我说只要35刀 但是就单纯的玻璃杯来讲还是挺贵的 35刀只买一个这么小的玻璃杯 但是它说是水晶的Crystal 其实就是玻璃 但是它还蛮有质感的 我还挺满意的我觉得 因为它这个上面都是 因为它这个上面都是 Tiffany & Co的这个 logo 然后它在底部 还有 Tiffany & Co 这样一个印字 外面还有一个 Tiffany Made in Italy 所以冬合看来35刀的话 买一个 Tiffany的这个Shot glasses 还蛮好的 所以我还是挺满意的 你们觉得呢 本来我是纠结是买这个 还是买那个Wine glasses 但是呢 我其实之前有看很多老爱的博主 他们都买的那个Wine glasses 因为这一款一直是断货的 就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买的时候它是有货的 所以我就把它下单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logo它有一点凹凸 你摸着的时候还蛮有质感的 我在想我要不要再买一个 赔成一顿 还是就买这一个 总体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最后呢 我是从Chanel买了一个化妆棉27刀 还有从Tiffany买了一个酒杯 一共是35刀 所以呢 加起来 全都在我这个预算之内 而且我还觉得这两个东西 我都比较满意 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用它们 可以做到物件去用 然后小伙伴们 你们在跟我购物的这个过程 在这个Chanel和Tiffany的官网上 有看见什么 你们觉得又便宜 又值得买的东西 都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给我留言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